当然第一个呢精油就是可以直接按摩 每次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就是跟这个洗发水混合 因为你想要把这个一款无相的洗发水 打造成你个人属于你独一无二 满足你独特诉求的洗发水 那怎么办呢 就是介绍大家去买一个像这样的打泡瓶 这个在很多就是小商店啊 包括什么无印良品啊 就是卖美妆工具的地方都有 用一个这样的打泡瓶 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有一个概念说 你洗头发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起泡 它才能够达到很好的清洁的效果 所以打泡瓶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那你在混合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的比例哦 就比如说像这个洗发水 然后跟水混合 那通常是1比4到1比5的比例来混合 放在这个打泡瓶里面 那用什么水呢 我觉得就用一般的 比如说自来水OK 但是最好是用纯净水 那有人可能会想说我用矿泉水可不可以 记得不建议用矿泉水 因为矿泉水它的pH值 它的硬度跟软度 就是可能对你的头发不见的会有好处 因为关于那个硬水软水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会讲 所以建议大家就用普通的就是纯净水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把它倒进去跟你的洗发水做一个混合 然后摇一摇 我现在这一瓶就是已经是混合过洗发水的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往里面加一些精油 那这个精油加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有一个太太严格的量 因为通常南方微量有告诉我 就通常比如说10毫升的洗发水是加6滴左右的精油 好那我现在这边有差不多 我想我应该数学的东西真的让我很头痛 大概是10 我这边大概有20毫升的洗发水 然后混合了一些一些纯净水在里面 那么我想要一个预防脱发 我今天我看我刚才找的有一瓶 好比如说如果是头皮很油腻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预防脱发或者这个去油的这个精油 然后我觉得不用非常的严格 大概收光里面加个10到12滴的样子 然后精油就直接这样倒过来 来吧 它不行 精油 你们看清楚刚才多少滴了吗 12345 好就当它出来5滴吧 它要不然就不出来 一出来就很快 再来啊 C'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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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刚才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速 我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10滴左右的样子就OK了 那我其实有问他 我很贪心 我就说因为这边不是有这个预防脱发的吗 然后又有这个柔顺的吗 我说那我又想预防脱发又想柔顺怎么办 可不可以都加呢 他说其实是OK的 因为这个精油本来就是负方的一个混合型的配方 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记得每次要用之前就做一部分 不用做太多 然后就是新鲜的这样混合 然后摇匀 好 摇匀之后呢 就是你每次洗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按压的太好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洗头 然后又有水 眼睛又睁不开 就是直接这样按出 就是按就很方便 你不用到处去找 然后就直接压出来 就是泡沫 然后就是非常丰富跟细腻的泡沫 一方面来自于它的氨基酸起泡剂 还有这个本身打泡瓶的结构 就能够帮助你打出很绵密的泡沫 就直接用这个泡沫来洗头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然后一方面它又很适合你自己的法质 另外一方面呢 你就可以得到就是很好的泡沫的清洁力 而且香香的 我觉得用精油来洗头 真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所以这是推荐给大家使用的 就是无香洗发水 去混合一个精油的方法 但你要是比较懒的话 你光用那个巴登膜瓶也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护发素 就是巴登膜瓶的护发素 我觉得它这个有一点改进 就是以前好像是护发素比较小支 洗发水比较大支 这个是国际上 使用一句话叫国际通用的做法 因为很多国外的牌子都是这样子的 虽然我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来说是护发素用的比洗发水快 但是他们都是这样做 那现在可能他就有听取这个顾客的意见 就把做的是一样大 然后这支护发素呢 它是有添加 比如说橄榄油 熔木果油 然后一些沙集油 甘油 大豆胶原蛋白 燕麦胶原蛋白 丝钛啊 这些 一听就是对 还有什么透明脂酸啊 这种对头发很好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有用过的话 你就知道它的 它的质地其实是 一点都不会 就说那种很很很 它不属于很rich的质地 就是在在护发素里面 它算是有一点稀的 而且就是 如果你用过来的那种超市大众品牌的护发素的话 你知道有些护发素就是很浓稠 然后整个这样包包覆上去 然后冲的时候你就 啊好滑哦 实际上那个是一种假滑 那同样是因为里面可能是放了硅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其实它是有一层东西 粘在头发上的 好那如果是你用那样的护发素的话 当然有些人喜欢 因为像 如果本来是自然卷 或者头发特别特别毛躁的话 他希望把头发都 都都整个让它服贴下来 他可能会觉得那感觉很棒 但是像我们这种细软法 就头发本来就少的细软法 然后我如果用了那种护发素的话 就会很容易贴在头皮上 其实头发是要蓬松才好看的 我觉得这是 你的情况去调配 因为不要说我用的适不适合你 就算你自己用的 就是比如说你找到一款很好用的产品 但是春夏秋冬不同季节 而且你自己身体的状况在发生不同的改变 你都不能说一条路走到黑 就一样东西就能够起居所有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用手上已经护发素里面加什么的 加一些滋润的植物油 比如说阿甘油 这个阿甘油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 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太好用 我这次来带一瓶给我妈妈 因为它是从头发到脚趾都是可以擦的 然后你就把阿甘油跟护发素混合 比如说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用一些护发素 当然我如果弄头发的话 可能不止那么少 再弄一点点 先弄一些 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洗完头冲干净了 然后我弄一些这个护发素再掌心 那当然用量呢 根据你头发的长短而定 像我们短头发 其实我用不了那么多 就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然后弄了这个之后 你就阿甘油挤一下在里面 那同样也是适合你头发的长度 如果你头发再长一点 我就一下就够了 如果你头发再长一点 跟这次真的是特别硬 特别毛肖 钢丝法的话 你可以再来一下 然后把这个阿甘油跟护发素混合了之后呢 就直接就是调匀 稍微在手上这样调匀 调成这种状态 然后你就把它抹在头发上 好 记得我现在就不抹了 不然很麻烦等一下 就记得就是我刚刚有讲说护发素 除非它有专门注明可以碰到头皮以外 其他的就是离头皮 有一些距离 像短头发的话从这里开始 如果你是长头发的话 可能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就在下面就整个这样 把它抹匀 抹匀了之后呢 隔一段时间用水冲掉 你会觉得哇 头发都滑顺到爆 而且不是那种 就是会有残留的那种假花 好那如果你要加其他油也是OK的 不一定是阿甘油啦 比如说椰子油 比如说橄榄油 比如说甜杏仁油 或者是什么这个油那个油的 就是凡是或者是玫瑰果油 就是凡是这种滋润的植物油 其实都是可以跟护发素来做一个搭配的 只不过我最喜欢用阿甘油 因为就是阿甘油是我感觉哦 在所有的油里面最不油的一种 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 就是它不会那么的油腻 所以我不喜欢就是把头发搞得太油腻的感觉 那么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就是畅销多年来屹立不倒的 而且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并且没有像有一些国货品牌那样 走下坡路的这个巴登抹瓶的洗护套装 而且它也比较便宜 在网路上也可以非常容易买得到 因为很多人就抱怨说我介绍东西买不到 我等一下就介绍几个你们不容易买到的东西 先把这个拿出来讲一讲免得被骂 好然后接下来呢 刚才我有这个